大家好,您站在收看的是暗黑橘台 中華職棒明年的戰績預測 富邦漢降 那從這一集開始我們會介紹一系列的明年戰績預測的系列 那今天第一集我們就先從去年戰績墊底的富邦漢降球隊來介紹 那這個系列我們會主要包括幾個重點來做預測 第一個是教練團跟球員的移動還有洋降的部分 第二點就是球員的成長以及老化的現象 第三點是球隊目前的優點以及缺點的分析 第四點就是戰績預測了 那由於距離開季還有幾個月的時間 當然在這段時間球隊還是會有其他的補強以及操作 所以我們這個預測算是超前部署了 反正到時候要是有其他的變動因素的話 我們再鼓動修正我們的預測吧 那在開始之前請先別忘了訂閱我們頻道以及開啟小鈴鐺喔 第一點我們先看一下富邦隊 在球季結束之後到目前為止的球員以及教練洋降的移動情形 首先是衛泉龍的擴編選秀把陳秉傑這位外野手給選走了 再來FA的部分賴紅城去了樂天 然後從樂天這邊補償選來了楊瑞城 至於另外一位FA球員補守林宥穎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還是會由富邦隊籤回去 再來60人名單以外的四叔球員部分 我們就只挑去年有上過一軍的球員來講 那一共有四位這四位剛好都是投手 分別是黃毅智、蔡明鏡、尼福德以及陳明軒這四位選手 再來是教練的部分 富邦隊在季後針對教練的部分算是異動最頻繁的一隊 而且主要異動的都是俄軍的教練團 首先俄軍的總教練是由原本的投手教練余文斌所升任的 然後施經典轉任俄軍的守備教練 再來就是媒體比較關注的陳瑞正 他是擔任俄軍的首席教練 至於俄軍的投手教練則是由前富邦楊頭布武施擔任 原本的外野教練許豐斌不續任 再來是鍾陳佑這位原本樂天隊的外野教練 轉到富邦隊做打擊教練 俄軍的外野教練則是由一軍的管理徐玉成來升任 再來是洋將的部分 目前已經確定了洋頭已經有三位了 分別是索莎、羅莉以及邦威 那這三位也是在上個球季 都在富邦隊有出賽的選手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點 成長以及老化的部分 從剛剛的人員異動我們可以看到 富邦可以說是大力的補強俄軍的教練團成員 那這個目的很明顯的就是要強化俄軍的訓練 希望能夠擴增農場的深度 而陣容的深度這一部分 也是富邦在這幾年所比較欠缺的一個環節 以往的富邦就是比較奉行旅外主義 那大家都很熟悉的旅外邦成員 所以相對的就會造成年輕選手的機會比較少 而這個問題在球隊的主力成員 逐漸的老化之後也慢慢的浮上檯面 陳鴻文明年已經35歲 林承華33歲 尼弗德也被釋出了 賴紅承又被選走 目前的一軍流捧除了王衛勇、林毅豪之外 比較缺乏長期能夠穩定出賽的選手 至於先發投手的部分 陳世鵬以及江國豪都還算堪用 而針對先發投手的分析 我們在上一集也有討論到過 再來看看內野手 林毅全明年也36歲了 蔣智賢33歲 外野的林哲軒33歲 高國輝36歲 張鎮偉35歲 陣容輪替的深度不足會是富邦比較大的隱憂 所以一個賽季下來 只要主力球員一受傷 他的替補球員很難能夠馬上把戰力銜接起來 這對於他們整季的戰績會是比較打折扣的 第三點優缺點的部分 從善個球系的團隊成績來看 富邦的打擊問題會比投手還大一點 在安打數、打點、雷打數、試壞球 團隊打擊率都是視隊最低的 而團隊全雷打也只比樂天多一隻 排名第三 中心打線以外的打者威脅力不足 導致於打線無法串聯 分數打不回來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先輩得分的情況下 勝率也是最低的 不到三成啊 所以打不回分數是他們最大的問題 以往的鑽石打線優勢已經看不到了 至於新生代的選手 像是李宗賢、王政堂、新元旭、申浩偉這些 他們都不算是大砲型的選手 應該只有高國林算是比較大隻的 他表現也算不錯 而我想這也是他們找來楊瑞成的最大因素 楊瑞成可以守一三壘 然後棒子也蠻大隻的 是可以做靈異拳跟蔣志賢的替補 而胡金龍明年應該也是不會繼續上場 當DH也是不錯的 那相較於打擊來說 他的優點應該就算是投手群的部分 楊投手殺在這個球季還是蠻穩定的 但是他年紀也大了 也不可能每一場都135球在投啊 上個球季他投了3000多球 而跟前兩年他完全主宰的狀況來相比 去年算是很有壓制性 但已經不是完全無法攻略的狀況了 那他今年又老了一歲 狀況會是如何呢 其他楊投、蘿莉老化的更厲害 另外一位邦威他去年的初賽數其實也不算多 很難說在一個完整的球季會表現如何 最後到預測的部分 我覺得會有幾個重要因素會影響到富邦隊明年的戰績 第一個是楊投 那除了這三楊投之外 一定還是會有第四、第五、第六位楊投 那在中華職棒大家也知道 楊投是戰戰績很重要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打線了 今年的打線其實算是高國會一枝獨秀了 那新選進來的張靖德打了半個球季也還不錯 不過如果明年他能夠蹲補的話 其實是對富邦的打線有蠻大的幫助 畢竟跟林佑穎相比打擊的落差實在是蠻大的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悲觀的預測 明年的富邦勝率應該還是會低於五成 大概是在55勝到60勝之間 主要還是會考量到球員的老化 以及年輕選手無法立即銜接上來的問題 而下個球季也是紅一中三年合約的第二年 看來還是會有一段陣痛期 但如果二軍能夠順利培養出幾個新人的話 我覺得在明年的下半季開始或是後年 都會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那後續我們還會針對其他隊伍 來做下個球季的預測 你覺得富邦明年能夠拿幾勝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請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按讚 並分享給你身邊所有喜歡TV的朋友 我是老王 我們下次見